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这次能受长征会的邀请 来讲一个有关于教育如何更好的去培养创新人才的话题 我是远博教育集团的联合创始人 也是远博教研究院的执行院长周宇 我个人本来是从事基础教育、国际教育和比较教育一些基础研究的 所以说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儿分享这么一个话题 然后也希望能够对企业家以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在孩子的整个的培养上面能够有一些启示 我们研究院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叫做未来鼓励的测评模型 我们就是对未来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整个的能力 进行了五个方面的定义 主要是学习力、批判性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 沟通与合作能力、包括这个创造力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五个力 如果说学生拥有了这五个力的话 那么它一定是在这个未来的这个社会当中 一定是能够适应这个社会 或者说我们叫做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人 那么再分解一下呢 就是学习力的话我们也有八个维度 沟通所做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维度 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天又讲的这个主题是评价创新型人才 那么创新型人才的话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两个维度 就是我们当时一个呢是思维方面的维度 就是批判性能力 因为我们要去定义一个小孩的能力 或者说他的整个的行为力的时候 思维一定是先行 所以他要具有创新 他一定是先要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这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在具体行为的表现上面 实际上就是这个创造力 那么我们把创造力呢 我们分为了这么五个维度 一个呢是好奇性 一个是冒险性 一个是这个挑战性 还有想象力和意志力 那么好奇性是什么呢 好奇性实际上是一个人他求知的一种原始的驱动力 这个叫好奇性 然后这个冒险性 是指探索和接受失败的这种勇气 挑战性是什么 挑战性是他敢于挑战 敢于自于权威 敢于寻求一切可能性 这个叫做挑战性 然后想象力呢 是指他能够打破他的整个的认知的边界 然后超越整个现实的束缚 这种叫做想象力 最后一个呢是意志力 意志力就是说 他持续努力的这种精神 他对一件事情就是持之以恒的这样的这种努力 我们就是通过 主要是通过批判性思维和通过创造力 来评价 就是这个人 比如说他具不具有这种创新的精神 或者具备一定的这种创造力 OK 让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了一个就是我们江苏省的一个省东点中学 也算是可能全国的头部学校的这么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如果说作为一个家长的话 我们很容易就认为就像这样的学校 因为他的高考的升学率非常的高 那么学生有可能就是在这五个例方面的表现依然会很优秀 但是这个例子就有点反常识 那么我们其实测评下来了之后 会发现那么黄色的这一部分 就是橙色的这一部分 橙黄色的这个呢 就是不足的这一部分 那么大家可以从这个图上 其实可以看得到 就是学生在意志力 在想象力 在冒险性这个上面 这个黄色的这个不足的比例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么这个学校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他今年就是2020年的整个的高考 那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说全校的整个一本的上限率是96.1% 那其中有很多的班 就是百分之百的一本上限率 就是说这个班的所有的学生都能进到中国的重点的本科 那么是非常的厉害 包括文科状元 江苏省的文科状元也出现在这个学校 但是我们依然发现 如果是说从能力测评的这个模式上面来讲 学生相近的这个不足的比例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就是说会是什么原因 那么我们研究院的这边 当然不止这么一所学校 后面有上万所的这个学校 就是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数据的整个的这个汇总和统计了以后 我们其实发现有分析了很多的原因 当然你说这个学生的意志力不足 这个也是有点反常 是为什么学生不足 因为我们一直会认为 这种学习很好的这种学生 应该一定是自律性比较强 对吧 意志力很强的这样的学生 反而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可能会表现意志力不足 那么后面我们也做了一些调语 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发现 中国的学生 学习成绩好的学生 跟这个自律 这个中间实际上是不能夸得很好 因为很多的学校 它实际上通过 强加的这种学习的时间的这种安排 这种密集的这种安排 把大家学习给提升上去的 但是并不代表 这个学生 他真的是很有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的能力 或者说情绪管理的这种能力 实际上是不具有的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中国的基础教育的学校 包括家庭的教育 实际上对于小孩的整个的这种时间的安排 它是塌力 也就是说是我来帮你安排 实际上并不是小孩自己做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学生如果一旦到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去了以后 他的意志力是不足的 这是一个 然后冒险性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 无论说现在的整个的功力的教育的系统 还是私立的学校 就是学校承担的责任非常大 包括当然家长 因为我们的这个 以前的独生之旅的这种政策 那么对于小孩也是 非常关爱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社会实际上对于小孩鼓励学生去做一些冒险性的事情 实际上从体制上来讲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导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就是在这方面冒险性的 那这个大家可以有一些具体的案例 比如说要去春游啊 或者要去做一些研学 或者说做一些稍微有点危险性的这种研学 那无论是说从我们的教育中华部门 或者从家长这个角度 基本上都不是愿意小孩去做的甚至做一些竞技类的体育活动 对吧 可能有的家长都不大很愿意 所以整体来说呢 我们评论下来可能冒险性 也是有它不足 也是有它的一个原因的 但是想象力这个东西我想重点就是讲一下 跟大家也是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像我们的这种制度 为什么学生可能会在想象力的这个角度上面 会有那么优秀的学校 会有那么大的一个不足的这个比例 那么这个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 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教授 那么他之前做的一个想象力的测试 也就是说这一幅图 就是大家看这一幅图 你可以看到些什么样的图案 然后很多学生就举手各种各样的图案 比如说云啊 树啊 什么老鼠啊 打象啊 石头啊 就等等 然后这个哈佛这个大学的教授呢 紧接着呢 他就跟大家说 实际上这一幅图 是这么一个形状 它是一个牛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勾了这个边界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一幅牛的图像 好 然后 他又让大家再重新看这一幅图 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很多人的脑子里面 就只剩下这么一幅牛的图像 他再也没有原来的 什么山啊 树啊 石头啊 云啊 那样的这种想象力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 就说明 其实我们老师在传授这种经验的时候 他就会 无形当中可能去抹杀 这个学生的整个的这种想象力 因为你给了他一个不定的答案 那这种时候 学生他就不会再 继续地去发挥他的整个想象力 去寻找 可能另外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我们研究院呢 从教育 就是目前中国基础教育里面 我们总结了一下 就是说目前可能妨碍 大家在想象力 或者创造力培养的 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因素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文化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一个民族 它都会有一个文化 文化是什么 文化实际上是一群人 经过了长时间的 时间 习惯的这种沉淀以后 他的思想上面的一种认知 他实际上是一种下意识的 在影响人 所以文化它具有天然的遮蔽性 因为它是一种下意识的 当你在面对一个事情 你在思考上的时候 你的这种下意识 或者你的这种浅意识 它就会自然而然 就会可能给你一个答案 就是让你会去做一个决策 所以说文化的 这种影响 如果是说你 定视在某一个单一的文化里面 实际上你就自然而然就 具有这种思维正面性 或者说叫做惯性思维 或者叫做定视思维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鼓励 很多的这种学校 比如说它的学生的整个构成 它可以是多元文化的这种构成 它的老师的构成 就是它有外教 它是多元的文化的组成 包括它的整个的教学的内容 它不仅仅是说 是可能国内的 我们的这些内容 它也有一些 国际的课程的这样的一些运输 因为这样的话 形成这种多元文化的这种氛围 实际上是与小孩的 整个的这种思维的方式 多元思维的方式影响 会非常大 还有一个就是文字 那么我们都知道 其实文字是文化的一个载体 那么中国的文字 是至今为止 就唯一的一个保留下来的 还在使用的 就是象形文字 但是我们都知道 象形文字 它每一个字 实际上是从图片演化而来 所以它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画 它是一种具象思维 非常具象的一个思维 我这举了两个的例子 一个学习的学字 一个席字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甲经文 学习的学 是两只手 中间两个叉是数字摆的这个算术 就代表算术 然后下面 一个宝盖头 我们是代表一个房子 然后里面是一个子 就是一个小孩 两只手在演算这个算术 那么这个叫做学 它是一个非常具象的画面 包括席 席它下面 实际上是一个鸟窝 是一个鸟窝 然后上面是一堆翅膀 就是说小鸟在练习着飞行 在扇着它的翅膀练着飞行 这也是一种非常具象的画面 所以说整个中国的这种象形文字 它是想培养的更多的是 学生的这种具象的思维 而且我们都知道 就是原来我们的整个的文字 里面是没有语法逻辑结构 我们整个的语法逻辑结构 像如语 未语 宾语 所谓的这种结构 也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像杜威 像陶行资 这种教育的大家 唱到白话文 通过新文化运动 然后唱到白话文 慢慢地把这种逻辑 语法这种逻辑结构 就是引流到了国内 所以说 其实我们整个国人 就现在 包括这种文化的影响 文字的影响 我们的这种具象的思维 相对比较多一些 而抽象的思维相对比较少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反观了一刻 像数学 对吧 像物理 像化学 很多都是比较抽象性的 这种思维的这种概念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学习的内容 那学习的内容的话 我们不管是文科 还是理科 我们基本上 微言大义的东西比较多 这种大量的这种 案例 名人名言 这种故事的东西 这种微言大义的内容比较多 而平坦性的内容 相对会比较少一些 因为我们在应试的这种条件之下 它实际上需要的是一个固定的答案 它不需要的是你可能 一也可以 二也可以 寻求多种的结果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对于学生的整个批判性思维的训练 是不够的 还有的话呢 就是因为大班 我们一个班可能四十个人 甚至五十个人 甚至有更多的 那么老师在课堂上 传授这种知识技能的过程当中 他基本上会按照他的整个的教案 就很快地把这些知识都去固定 而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思考 他自身的思考 或者他自身的整个的探究 就相对而言显得更少一些 就从学习的内容上面来讲 也会抹杀掉 学生的一些 就是想象力和他自己的一些创造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们都知道 当下的这个社会实际上 是一个不确定 而且特别复杂的这么一个社会 但是我们依然在沿用着 就是单科的这种教学 那么现在像西方的很多的发达的国家 至少他们在小学的这个阶段 他的老师基本上就是全科老师 也是他在传测这个知识的过程当中 他比如说大量的级别项目式的学习 大量的跨学科的这种思维和这种研究 那就不再是可能单一的这种学科的这种体系 那么单一的这种学科的这种体系 包括我们师范院校出来这种老师 也基本上是单一的专业的这种学科的这种体系 实际上从这个学习的内容上面来讲 也会抹杀掉学生的很多的创造力 因为你在应对一个不确定 或者是说比较复杂的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一定是需要用到跨学科的综合问题解决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学习的形式 我刚才讲的 就是学生自我探究的东西相对比较少 当然我们中国也有实验 就是我们也有物理实验和化学实验 但是我们的实验很多是验证型的实验 也就是说实验的书告诉你可能应该怎么怎么去做 或者说告诉你一个这个 告诉你相对的这种实验的这种步骤 让你去检测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东西 它实际上都是属于验证型的实验 但是在像西方的这种基础教育里面 很多的实验它是设计型的实验 它不是验证型的实验 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力 你自己去设计一个实验出来 你如果说检测是做一个验证型的实验的话 那么你可能这一项的得分是相对比较低的 但是探究的方式 探究的内容相对比较少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学习都比较专注在这个硬式的结果上 而对孕家底层的学生的整个的素养都不一样 像我刚才说的整个武力的 相对就比较少一些 因为武力的评测实际上是很难的 所以它没有一个特别量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它的量表一个方面做起来是非常难的 但是硬式知识的检验是很容易的 那么所以说就会导致一个 我们叫做硬式导向的这样的一种教育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破坏 整个学生的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 那么综合对比下来一下以后 就是我们会发现中西方的学生 可能在最后的行为结果上面会呈现一些差异 比如说你要说到成绩 那么中国的话 我们的这个成绩肯定是比较好的 不管各种各样的测评 包括这个OECD 就是世界金融组织的PX的测试 中国学生一直都是很高的 明年前忙 而且它差生相对的比例比较少 而像美国 我们称为这种精英教育 全世界拥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的这种国家 那么它在基础教育界 它的学生实际上两极分化是特别严重的 就差的学生真的很差 那么好的学生 就是它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就是上不封离那种特别适合这种 拥有个性化 就拥有个性的这种学生 在那种环境里面去成长 那么自信心呢 也是就是国人 因为这种文化的束缚 几千年来就是我们儒家的这种文化 我们谦逊 我们泪泪 就是打致 就是看上去可能自信心不大手 而反观就像西方的这种小孩 特别的自信 甚至我们都知道 有的时候它的结果 未必可能很好的时候 但是它在过程当中 就展现出来非常的这种自信 好奇性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刚才提到 就是因为好奇性 它实际上是求知的一种原动力 但恰好因为我们 可能在这种 应试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验传递的太多 所以渐渐的就抹杀了 小孩对于一些 习以为常的 可能常见的 那些问题的一些思考 但是我们发现 一些这个科学的大家 顶级的这种科学学家 其实它对于问题的整个的突破 恰少是对那些 司空见惯的问题 问了一个为什么 在这一方面呢 就是西方的学生 它的整个的好奇性 相对而言会比较强一些 想象力也是一样 刚才讲的 具象思维多 中国人相对具象思维多 抽象思维相对少一点 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有几门课 就是像数学 因为数学是一个 纯粹抽象的 这么一门学课 其实我们现在就发现 中国的数学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们的很多的 这种数学仅仅是 限于在应用数学阶段 而不是说可能更加底层的 一些理论数学方面的 这种突破 包括我刚才讲的 就是冒险性 批判性思维 创造性 合作性 包括自律 兴趣爱好 就是等等 就是中国的学生 跟西方学生 都有相应的这种差异 那么到了 社会这个层面 刚才我们讲的是 在学习和教育这个层面 那么到了社会这个层面的话 实际上就产生了很大 严重的问题 那么这个里面 我有一个表 就是中国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中国的财富的 整个的500强 就进入到世界前10强的 第一个是中石油 然后国家电网 中石化 国家电网和中石油 就包括进入到 中国的财富500强的 中国的企业 我们的前10位 没有一个高科技公司 没有一个高科技公司 而且大家现在脑袋里面 能够想到的 可能中国的高科技公司 可能就像华为 小米 联想 虚子可数 虚子可数 然后在 Internbrand 2019年的 全球最强科技品牌 排行榜里面 华为是 仅有华为 进入到了前10位 排在第8名 但是华为实际上 在整个世界500强里面 它现在是排在了67位 那么在这个 汤森路透 公布到2018年的 也是全球顶尖100的 企业科技 这个榜里面 中国大陆 都没有人进入 只有这个台湾的 这个台积电 进入到了这个排行榜里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么最近呢 这个华为公司 因为出了 这个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些事件 就任志飞也在接受 相应的这种采访的时候 他也提到 这是他的语言 他们实际上这么30年 华为投入了 大量的这种 研发这种经费 实际上是在底层的 比如说数学方面 就是做了大量的这种突破 然后目前呢 他们还在物理化学 神经 包括老科学方面 在做进一步的研究 而且他自身感觉 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的 技术领域的研究 还是比较落后 然后他就 另外一个非常大尺度的 把这个贸易的这个问题 就是归结为可能 国家的人才的这种竞争 那么人才的竞争 最后又落底 到了这个 教育的这种竞争上面 而且他一再强调 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大 不仅仅是说 是靠硬件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软件 软件是灵魂 灵魂来自于文化 哲学来自于教育 来自这个文化的这个素养 都非常的能够说明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教育的底层 实际上是解决 可能创新人才的一个 根本的有效的这个图景 这个呢 实际上 最近有一本书 叫做科学的学习 也是比较火的 那么我们做技术教育的研究的一般 都会去就是研究 国外的这样的 他对于教育研究的这样的成果 那么这本书里面 他就提到就是说 人的整个的这种学习的 一个思维的方式 就更加有效的 科学的这种学习的思维方式 一定是 比如说 你要先把自己参与到 某个学习的领域当中 然后你自己去探究 自己去摸索 哪怕是错的 你就当是这么一个 试错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样的整个的学习 才叫做创新性的学习 才叫做有效的学习 他说人的整个的这种学习 都应该是 从一个新手 然后到一个绕新的新手 就是你要试错 你要犯错误 然后最后你变成的是一个 适应型的技能的专家 而不是说像传统一样 就是你从一个新手 然后通过一些经验的 这种积累 你变成一个常规型的技能 那么常规型的技能专家 跟适应型技能 这个专家 本质的这种区别 就是在于创新 就是美国 美国有两个这个科学家 一个叫做这个赫克斯 一个叫做这个斯凯纳 他们两个就是在这个科学的学习里面 就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他们就讲物理系的学生 就物理系的整个的这个学生 如果说他发现 有这些学生 他对于某一个理论或者知识的这种理解的 他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了吧 那么他特别容易去找一些这个验证性的数据 来证明他的这样的这种观点 而不是说去重新拥有一个批判性思维 然后从原点重新去思考 有这种理论 有没有别的这样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说我们看就是最近的像诺贝尔讲的 尤其在物理这个领域的一些获得者 往往都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 他在某些理论上面有一些新的突破 而那种验证性的物理学家 往往是说是在实验室里面 可能去做实验 去验证这一帮人的理论 他们不能够成为很好的这种物理 这种大家 也是这样的一种因素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觉得对于企业的人来讲 可能有三个的启示 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在企业里面 可能能够去培养更多的创新性的人才 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举了三点 第一个呢就是 你要减少 就是比如说企业创新 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 比如说财务上面 降低利润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 比如说你不要把这种创新的东西 纳入到财务方面的这种数据 可能很快地纳入到KPI的这种考核当中去 对吧 你要让 就是鼓励大家去创新 鼓励大家去试错 所以避免就是人们 比如说因为犯了错 然后又退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安全感 那个舒适区里面去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提供充分多样化的情境 让应用新情况的这个通用的知识 自然的去生长 也就是说你要通过企业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建设 在团队里面就是要鼓励大家去思考一些新的东西 让它自然而然的去生长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先有的很多的这种公司的企业的这种管理的结构 它实际上是来源于以前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经典物理 因为管理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讲控制 它一定是要控制流程 避免犯错 但是你怎么样能够让你的组织 变成一种类似于像生物进化的这种组织 能够让创新能够自然去生长 但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可以值得去探讨的话题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拥抱尝试与探索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 放眼未来 而不仅仅说只关注这种当下的这种利益的成效 就是你要几乎都在当下 但是你要看到这种未来 如果你这个公司 你失去了这个创新的动力和基因 你实际上就是没有未来 当然现在其实中国的基础教育 也在做很多的变革 就包括我们的整个的新高考的选拔 和整个的评价的这种方式 也加了很多的这种元素 比如我们现在有中等数字评价 而不仅仅是看 这个学生的整个的这个 仅仅是这个成绩 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任重而道远呢 我就讲一个例子 就可能大家都很清楚 就今年这个南京一中的这个例子 南京一中 也是南京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那么它今年的这个 医本率是达到了95% 而且它整个400分以上的学生 也是大概有20多人 到时候看到这个成绩的环境 医本率达到了95%以上的学校 一定是非常有的学校 但是家长并不 家长就要求下课 而且这个事件成为了一个新闻事件 家长要求校长下课 为什么 因为他们对比了 他们跟另外一个学校 就是南京二十九中的这个成绩的时候 因为中考的时候 南京一中的录取分数线 比这个南京二十九中要高四十多分 但是高考的时候 他们发现就是南京二十九中的整个的成绩 反而还比南京一中要好 那就说明就是说我的学生 本来在进入你这个学校的时候 我的成绩是更高的 但是反而我到高考的时候 我一对比一下 那成绩是降低的 说明你这个学校可能整个的教学的质量是下降的 但是校长有他自己的说法 因为校长就觉得就是我这个学校 因为加了大量的数字教育的课程 而不是说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生的整个应试的这种训练上 校长也觉得就是很允许 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 就是整个社会对于学生的整个的培养 尤其像创造力的整个的培养 一定要能够包容 要给予时间 不应该说是在评价他的时候 又回到了单一的这种应试的这种评价上面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路依然任中而道远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